什麼叫探針 它可以測試到你食材的溫度 你探針 我的探針 我的不是探針 我是雄風飛彈 靠腰 你說什麼 來 今天我要做一道比較特殊的 那它最主要的是那個醬 叫Molaisos 它是用巧克力做的辣醬 它是墨西哥很傳統的一個醬汁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會做一個五花肉的處理 五花肉的話呢 我們會先烤過 低溫烤過之後 拿到冰箱去冰 冰一個晚上 然後要煮的時候拿出來炸 然後把它炸到外面脆脆的 然後因為烤過之後裡面是軟軟的 所以它是外脆內軟 然後配上那個醬 所以我們現在來處理五花肉 五花肉的部分呢 我們先切小塊 為什麼要切小塊 因為它剛剛跑太快 你別快 小花的眼 你這樣個性的觀眾嗎 有才華 連笑話才華 沒了沒了 我現在來做它的醃料 洋蔥 我在裡面加洋蔥 你知道為什麼要加洋蔥嗎 因為它剛剛說了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好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它沒有洋蔥大蒜 然後對我們男人的好朋友 鳳梨 然後呢我們這時候呢 我們準備一個 辣雞起醬 你如果沒有你可以用BB辣醬 那如果沒有BB辣醬 不要做了啦 沒有東西還要做了 不要做了啦 這句話我訂了 這時候加一點點蘋果西打 好來我們請Peter打一下 我知道這個大家看到Peter打一下這個畫面 大家都會有反應 冷靜 這是Peter剛剛打出來的 我們不要去追究健不健康 我們這時候把它倒進去 我們這時候加一點點蜂蜜 讓它的顏色色質會漂亮一點 然後加一點甜度在裡面 然後呢 來我們要攪拌一下 然後自己打出來的東西自己攪拌 Peter已經攪完了 然後我們這時候呢我們把這個橘子 然後我們把雞脖子包上去 我們低溫烤 烤大概兩個小時 低溫大概是控制在100-110左右 全火 這樣下火 再旋風 好來我現在來準備醬 洋蔥 葡萄乾 大蒜 堅果 然後這個比較特殊 它是Chipotle 它是墨西的辣椒 然後再來就是番茄 巧克力 然後香料 香料部分有這些 那這些都沒有就是用義大利香料醬 是的 哎呦 橘一反三哦 好 那我們先怎麼樣 我們要先把這個堅果炒香 我們乾鍋去炒 把它煸到它表皮有一點點的焦焦的就好了 等它有香氣之後呢 我們把它放在這個模具裡面把它抹 不是不是 倒粉的倒粉 來 我們這時候把洋蔥一樣放在鍋子裡面 燒一下 這個應該算大火 我只要讓它表面有一點焦色 然後大蒜也一樣 我們就是要這樣焦焦的 這樣焦焦的 把它拿起來 那我一樣繼續 還有什麼番茄還沒用 我們這時候把我們剛剛用好的東西 把它丟進鍋裡面 葡萄乾 然後葡萄乾的多一點 然後我們加一點點雞高湯 粉 好 來 那我們還是一樣要打 把它打成泥 這個差不多對不對 那我們這時候就來加它的香料 全部都是一小匙 來我們把它收一下之後 然後呢收到差不多之後 我們再來加巧克力 我用了兩種純度的 好來 這時候我們把巧克力加進來 然後我們來做皮好了 做什麼皮呢 好來 我們就這樣好了齁 我們叫Peter把它濾一下好了 比較好看 然後我們這個 我先處理過了 它就是我們剛剛那個豬肉 慢烤過之後拿去冰 然後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這時候我們加一點點的高筋麵粉 沾裹一下 有沒有 我們要下去炸囉 好來 油溫控制在180度左右 然後炸它表面金黃就好 因為它裡面其實是熟的囉 好東西都好了 準備來排盤了 好 試吃時間啊 手工皮就是不一樣 它的Q度啊 軟度 哦好香 麵皮的香味好重 再來 我們那個肉 它裡面那個油脂炸過啊 然後外面那個脆度 就像我剛剛講的 外脆 嫩嫩 咬下去呢 多汁 然後你配合這個醬 這個醬呢 它就是有酸 有苦 有辣 有甜 叫做什麼 酸甜苦辣 原來是要塞這個梗 真的啊 它這個醬很特殊 大家期待的其實不是我吃 大家期待的是小花豬 快點 這碰面啦